高雄市左營區的新莊一路 民眾反映只要短時強降雨 機車道就會寄淹水 因此高雄市水利局籌措經費 辦理新莊一路排水改善工程 目前正進行瓦斯管線遷改 以及滑下路段施工 改善之後也將大幅降低淹水機率 新莊一路滑下路已是一大 由於短延時強降雨會造成 機車道路面積水 為了改善這個情形 水利局邊籌措經費700萬 辦理排水改善工程 由於它原來車口是車路式的形態 那可能會先洩洩不及的情形 我會重新做一條車口 那加速它退水的情形 但排水改善工程也造成滑下路 三車道縮小成1.5車道 等待左轉與執行車輛 因車道衝突而塞車 水利局經檢討後 計畫改善部分領補 並縮小施工範圍 日後均維持兩車道通行 預期可舒緩車流 施作路段是屬於滑下路過路段的部分 那原本採半半施工 造成塞車的情形 那水利局後續會檢討施工順序 改採三階段施工 在施工的階段會能維持兩個車套通行 減低交通的鬆底 那整個工期大概會在8月底完成 全部工程預定8月底前完工 水利局表示將加速趕工 也盡快恢復道路與人行道正常通行 施工期間造成周邊居民的不變之處 也希望民眾能夠多加體諒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